目的就是为了快速建立所有的高频 就快速了解我 然后知道所有的高频什么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没有信心 因为他搞了半天还是前面二十句三十句 在后面未经的时间才能恐惧 那就是他能练习你的听力和口语 最重要就是他能激发你的想象力 学英文就是学句子 如果你没有想象力的话你就学了很多 大家好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 很多学员问我就是最好的复义WFT方法是什么 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技术还可以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我这个方法叫BDE的联想法 那么这是10到11月最新的WFT的高频基金的联想图 需要的话我直接发给你 在下面打一就是了 那这种联想法呢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就是如果第一就是你单的去背 就中翻阴阴番中是很难背的 但场景记忆就比较容易 所以每个WFT我都帮你画了个图 OK就让你产生联想 第二当你建立这个场景以后呢 你可以把WFT作为口语的教材 帮助一些还没有英语思维的同学 去建立这个英语思维 同时制造你这个英语造句的能力 你可以帮这个当口语练习也可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PTE的联想法会比较好 我作为这个资料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两个优点 那到底怎么做呢 第一步就是你首先听这个句子 就是我这里面是有这个句子的 听这个句子的时候呢 看着图片 对吧 然后脑子里看这个图片 画补就脑补这个图片里的这个场景 你知道吗 不需要记住就需要发挥你的想象力 第二再听这个句子 还是看图片 但这时候就要做更读练习了 就跟他读一遍 OK 第三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资料 视频资料 然后30个句子为一组就开始练习 我们好像有9组 30个句子为一组这样练习 好吧 目的就是为了第一 就快速建立所有的高频 就快速了解 然后知道所有的高频是什么 对吧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没有信心 因为他搞了半天还还是前面20句30句 在后面未知的事件当然才能恐惧了 第二 就是他能练习你的听力和口语 最重要就是他能激发你的想象力 学英文就是学句子 如果你没有想象力的话 你就学的很痛苦 所以这个资料是非常好的 大家想要的话 在评论前打1就可以了 我就发给大家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朋友关注 下载聊 拜拜 我们下载聊